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遭逼宫下台的这个传闻 那这把呢或许不仅仅是在西蒙内部 公众党还有土团党之间 那巫统呢现在也被卷入其中呢 那如今呢作为一个立法机构的国会 是不是也是这一场权力斗争的工具呢 因为网上呢现在就流传着一封日期呢是11月20号 据称啊是巫统的林茂区国会议员凯里 提成个人议员动议 就要求国会辩论首相敦马 还有就是公正党领袖安华的交棒事宜的一封信 哇这可不得了了 因为一旦提到国会辩论的话 它的影响层面是非常的广 很多人呢会直接跟间接被牵扯在内 情况也可能会两个字失控 并非敦马 安华 西蒙或者是土团 或者是公正党能够应付的情况 因为国会插上一脚的话呢 那么夏议院议长阿里夫 如果他接纳凯里的这个提成的话 允许辩论的话呢 这也真的是可大可小 因为他的层面大到可以是 辩论之后呢 议长要求朝野议员一起来表决 那么这个表决的动作呢 可以被诠释或者是变相的成为 投马哈迪是否继续担任首相的信任票 不管表决出来的结果如何呢 对政局都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么议长呢 他确实是有这个权利是否要批准 阿里夫他本身是前法官 受委议长之前呢 他是陈信党的纪律委员会主席 他绝对能够行使 身为议长所拥有的这个斟酌权 决定是否要批准这个辩论 这里求呢 如今在议长的脚下 他拥有主动权 但是他能否公正公平 不受政党政治的影响来做这个决定呢 那么他的这个影响层面 小到呢 可以让所有的朝野政党议员惊心胆跳 或者是纯属虚惊一场 也可能是风暴来临前的平静 不过呢 凯里呢 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呢 就通过他的脸书表明说 他自己啊 是没有给国会下议院秘书处 提交任何的信函或者是通知 那动议辩论首相交办日期这件事情 他说 有人是冒用他的名字 他就觉得说呢 这种做法呢 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而且呢 是诽谤 还有破坏了他身为国阵 以及林茂国会议员的这个名声 他就说 抱歉 曾经来晚了 因为呢 他正在外国旅行 身处在不同的时区 他说他要严重的说明说 那封信是假的 首相交办是西蒙内部的问题 严格来说呢 是马哈迪跟安华 这两人之间的这个博弈 是斗智斗勇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战场 那么其他反对党说真的真的 please 没有你们的事情 不要多管闲事 不要这么给波去插手 就让他们自己去处理 就让西蒙自己去处理 除非这一些反对党 尤其是巫统跟伊党 与执政党有台底的交易 讨论某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想要组成不光彩的后门政府 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么就请大家尊重民主程序 还是那句 please 接受509失败的成绩 好好扮演 反对党应该扮演的角色 就是监督跟治安 不要搞这么多小动作 对自己 对政治 对国家都没有好处 那凯里呢 他就出示了网络流传的 这个假冒信 他就批评了 国会再没有向他查核下 就接收了相关的这封信 他也出示说 他自己呢 从2008年开始 就使用了一个正版的 书信的信头 就点出了这一封假冒信的一些漏洞 他说请不要把我卷入 这个围绕交棒的密室阴谋 他说他没有涉及其中 也没有兴趣 那交棒的问题呢 虽然很重要 但是应该交游西蒙来解决 他说这跟我 还有我的政党呢 是没有关系的 确实如此 如果这个巫统里面多几个像凯里这么脑袋清晰的就好了 我们就不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去讨论这则新闻 那么回到交棒计划呢 他也再次牵动政局的稳定 半小时前的针锋 60秒就强调说 马哈迪呢 他必须要有明确的交棒时间表 可能不是现在立刻马上 但是要有明确的时间 比如说如果是明年11月APEC峰会之后交棒的话呢 那么就定下那一个时间 他可能是2021年1月31号 那么不管日期是什么时候 何月何日 让朝野各方都能够针对这一个交棒计划 有一个明确的交代 然后停止去争论 同时呢 这个明确的时间也能够向外界投资者 还包括商家传达一个正面的讯息 就是西蒙是稳定的 不会为了争夺首相的宝座 而四分五裂 这些争论呢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也浪费大家的时间 还有生命 更多的东西等待西蒙去处理 那凯里就说呢 他自己要讨论 还有辩论的政策 是希望可以帮助呢 在西蒙治理下 获得更辛苦的一些普通的百姓 那至于呢 首相交棒的各种阴谋 他说 那就交给那些 哀嚎贵庭 宫廷政治的人了 他说较早前呢 应该 这句话不是他说的啦 是较早前的英文 新报的这个网站呢 就指出说 其实消息人士呢 已经确认了 这一封信呢 是属实的 但是阿里夫呢 就没有正面回应 他反而呢 叫记者向凯里去确认一下 到底呢 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昨天安华跟马哈迪 有会面之后呢 两人 这个安华他就有发表声明说 两人都坚持 原来的交棒计划 应该要进行 但是计划的详情是什么呢 没有人懂 事实证明 这些没有人懂的 模糊跟灰色地带呢 成为政客们 操弄的议题 也沦为勾心斗角 推动自己阴谋 跟诡计的主要原因 政坛把敦马 这个政坛把敦马 不愿 或者是他不愿意 迟迟说明 交棒的时间表 权势为说 他是有私心的 有意要栽培土团党 和自己属意的人选 其实选民给了马哈迪 难得的第二次机会 历史上很少有极权的领袖 获得这个第二次机会 那么他必须要好好的珍惜 必须要选择 要名流千使 受国人推崇 还是成为反面的教材 那么往往这个是一念之间的选择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关注过了这一则新闻之后 下一则回来的 可能就是昨天 有听主编点新闻的 听众朋友非常期待 但是有没有听到的 飞行车 下一则回来 我们聊一聊 其实不要说你了 昨天蓝主编 没有选择聊飞行车的话 我个人也是有点失望 还好他今天想要聊了 我是佩玲 我是等一下会聊的 志峰 由于民航局 是禁止飞行车上天 那企业发展部长李端 昨天只能够闭门参观飞行车 他是坐在没有升空的飞行车里面拍照 然后他就举起大拇指 赞好 尽管如此 该部昨天晚上发文告的时候就指出说 李端前往苏邦的Wedstar公司机构 就进行了这一个闭门的参访 就参观了超级无人机 或者还有另外一个名称 就是无人航空载具 原本昨天就是要聊最则新闻的 不过截稿之前都还没有看到最则新闻的最新进展 所以就暂时放过李端跟飞行车 如今有了新进展 怎么可能会不聊他呢 因为李端他如其赋约 观看这架 相信是中国科技跟制造的无人机之后 我写一个字给他 就是服了他 服了这名部长 因为他有那种切而不舍 为了追求目标 他努力奔跑的精神 实在是让人家敬佩 就算面对多么大的质疑声浪和嘲笑 他都坚持己见 因为他相信误解他的人是不了解真相 大马能够栽培出爱因斯坦的科学家 李端昨天也听取了Eastcap公司的汇报 关于该公司计划投资发展 在一年内要组装一万架的 无人航空载具共出口的市场 并且会制造2000个就业机会 那么今天新周日报的封面报道 就引述消息说 李端积极推动飞行车计划 有始至终 这个计划都没有带到内阁里面讨论 更别说内阁通过或者是批准 那么其中一名部长就证实说 内阁不曾讨论过飞行车计划的课题 这只是他个人的决定 那么他没有向内阁提出任何的报告 其实部长们也不是很认同这项计划的 如果这则新闻没有被错误报导 没有被错误引述或者解读的话 就再次证明这个飞行车计划是 李端个人特别超级关注的项目 跟政府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整个西蒙 因为李端跟他的飞行车 不断的被民众嘲讽跟质疑 其他部长包括西蒙的议员 也对李端跟他提出的飞行车很有意见 另外所谓的飞行车其实暂时在马来西亚还是飞不起 因为国内目前尚未有相关的法令 来管制飞行车这一类的空中交通工具 而且任何的试飞活动 其实都需要获得大马民航管理局CAM的这一个批准 政府的消息就指出说 飞行车计划其实是一个私人界的计划 只是李端这位部长的飞行车代言人的形象太过鲜明了 才会导致民众误解了 以为这个飞行车计划就是政府的计划 甚至也让很多的民众包括国会议员就误解 认为整个企业发展部只负责一个项目 那就是飞行车计划 那么其他人也在担心说 这个计划会不会用到纳税人的钱 进行这项不切实际的计划 那么议员们就是西蒙的议员 有向李端反映人民的心声 不过李端还是坚持自己的己见 认为自己是对的 他不认同这一些看法 他宣称自己获得很好的回想 很多人都赞这一项计划是很好了不起 顶挂挂 那么部长也对人民的反感 不以为意 反驳这一些不支持他的人 那么李端还指出说 这项飞行车不仅仅是能够载人 他的这个功能其实超越载人而已 他不是说不能够载人 他不断地强调这一点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企业发展部长 slash飞行车迷的部长 另外行动党仪宝东 居国会议员的黄家和就认为说 总体的事件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就是羞耻 他说大马民航管理局 对于昨天原定的这一个飞行车 是非的活动就发出了禁飞的指令 从部长在去年尾 还有今年初第一次宣布了 这一个飞行车计划 直到现在被禁飞 他说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就是羞耻 他说如果我要再加上另外的两个字 也是羞耻 他就发文告说 事实上飞行车是一个很好的创新的概念 还有计划 那大马企业拓展的这一个科技成品 也算是一件好事了 但是来到了企业发展部的这一环 他说这却最后成为了一个大问题 看来黄家和的批评比我还要用力 他说过去一年来 你看起来已经把飞行车当作是他的干儿子 以错误的方向 对这一个计划高谈扩论 他没有意识到飞行车计划 已经让投选西蒙的人民失望以及愤怒 因为这不是国家的计划 而是出自理断的嘴巴 让大家误以为说 这个就是国家的计划 那么这飞行车的概念呢 其实很可能就是政府部门 每一天当中呢 都会接到不少 私人企业计划书的其中一个计划 就这么简单而已 那么此外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 已经完成针对企业发展部的飞行车计划调查报告 预料将会在下个星期或者是12月初的时候提成到国会 那么到时呢 这份报告的内容将公租于是 那么除了列出听证会重大的发现之外呢 工账会也会针对企业发展部的这项计划 提出改进以及做出结论 那么我自己就非常期待这一份的报告 然后出炉之后再跟大家一起来聊 所以你一定要关注 让你每次收听都有收获的主编点新闻 下一段回来呢 我们关注其他的焦点新闻 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行动党跟马华呢 一直就拉曼大学学院拨款的课题呢 是争论不休的 那如今呢 财政部长林冠宁就宣布了 政府将会拨款呢 三千万令吉给予拉曼大学学院校友会主导的基金 从去年的财政预算案到今年的预算案呢 拉曼拨款课题一直都是火箭跟马华争议不断的议题啊 那么从去年开始 火箭因为大幅度削减 拉曼的拨款呢 成为该党流逝 华社支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而这个课题呢 也使到华社分裂成支持和同情拉曼 以及支持火箭论调的人 这里必须理清的一点 就是支持和同情拉曼的人呢 他们要求财政部恢复过往三千万令吉的拨款当中呢 并非全部都是支持马华 或者是马华的党员 当中呢 有很多呢 是火箭的铁粉 但是他们在这个课题上呢 不认同财长的做法 林冠宁如今他同意重新拨款 恢复之前的三千万令吉呢 这个悠转是正确的 也不应该受到太多的批评 那么至于如何去落实呢 相信如果处理不当的话 将会引发另外一轮的政治口水战 那林冠宁呢 今天就发文告表示说 这笔拨款呢 将会造福拉大新兴学子 所以他说呢 他们建议呢 拉大校友会能够尽速的成立 政府拨款拉大基金会 他说这个基金成员呢 涵盖拉大校友会 拉大学生代表 还有一名财政部的代表 那基金会的职权范围呢 将会保障教育机构 还有学生的利益 换言之 在没有政府干预 或马华西蒙政党的干预下 基金会呢 每年将会处理 三千万令吉的拨款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基金会 与拉曼现有的基金会 如何并存 财政部建议的基金会呢 是否涵盖拉曼校方 马华的代表 或者是教育部 有没有代表在里面 如果有的话 他们成员的比例是多少 谁决定这些基金会的成员 这些都是细节的问题 但是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呢 将会被某方拿来大作文章 因为这个基金会里面 还有很多细节东西 有待去理清 处理不好的话 它会是另外一场 跟目前的争议 没有多大差别的口水战 那么林冠英他就重申说 政府强调拉大行政机构 不该有任何的政治因素 才能够获得三千万令吉的拨款 所以这三千万是有条件的 他说呢 这一项的条款呢 意在尊重原则 也就是公款呢 不应该拨给政党控制的商会 媒体非政府组织 还有教育机构 他说全球呢 落实这个条款 以便遏制贪腐滥权 还有一些利益冲突 他就宣称说啊 有人质疑呢 政府拨款拉大的诚意 但是新政府的举措呢 是意在驳斥特定的一些污蔑 我觉得说 林冠英财长呢 在这一个时刻 恢复拉大三千万令吉 拉曼三千万令吉的这个拨款呢 多多少少都有在回应 上个星期六结束的 但用BI补选西门输掉 一万五千张多数票 那么现在这个东西呢 相信能够缓和之前 同情拉曼 认为说拉曼应该要获得政府 照顾这一批人的情绪呢 相信能够受到缓和 那么林冠英说 一旦基金会成立之后呢 2019年就会获得 三千万令吉的拨款 换言之呢 现在是2019年 11月22号 如果能够在12月31号之间 成立这个基金会的话 那么今年的拉大 不是拉大 是这个拉曼大学 将能够获得三千万令吉的拨款 那么同时明年也会获得三千万令吉 那么基金会还是可以继续拨款给拉大的 那么条件是 马华领袖要放弃拉大基金会 董事部成员还有行政 那么去年西门政府执政后 首次提升的财政预算当中呢 林冠英就宣布大幅度削减 拉曼大学的拨款 减少到五千五百万令吉 理由呢 就是拉曼的原罪 就是你是有马华控制 是有马华创造的 那么林冠英今年在提升 2020年财政预算案的时候 将去年的五百五十万 直接削减到一百万 那马华总会长的魏家祥呢 就炮轰说林冠英 你对这个贫穷的华裔学生呢 没有同理心 那这个拨款的额度呢 就好像是点缀还有应酬 那林冠英呢 也多次重申说 如果马华同意撤出的话 就可以在今年还有明年的 各自获得三千万令吉的拨款 他也表示说呢 敦马首相呢 是认同这个举措的 好了 现在林冠英或者是西盟的做法呢 是要让拉曼回归到政治 那么其实在这个课题上呢 财政部长是有权决定拨款 然后要拨多少 这都是财政部长的权限范围里面 但是财政部或者是整个西盟政府 必须要为这一个决定 承担他的政治责任跟政治风险 那么在单中BI补选当中呢 有一些分析认为说拉大课题 以及这个读中承认同稿 课题多多少少影响到华为选民的投票景象 那么有另外一份观点呢 则认为说不是这样 那么随着这一个最新林冠英的声明之后呢 相信华社接下来关注的呢 是如何去好好的进行3000万令吉的拨款 那我们的主编点新闻呢 就到这里赞告一段落 谢谢你的收听 也谢谢志峰 下星期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